大众请起立 请合掌 礼佛山问训 大众请起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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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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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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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发菩提心 往生安乐果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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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华经里有这个比喻 叫伊里明珠 这个穷人到他大夫长者的亲戚家去拜会 大夫长者有事要出去办事 他还在睡觉呢 吃饱了喝足了睡觉了 大夫长者说我还去办事情 这个他很穷 这样他就拿了一颗魔力宝珠 缝在他的衣服这个领子里边 这样便于他醒来以后 有人这个魔力宝珠的话 他不到哪去都富贵自在了吗 魔力珠你们知道吗 魔力珠叫做如意珠 就是说你拿这个珠子手上去喊 说我要金戒指五枚 五力掉地上来了 我们有的人心瘫得很呢 说五力不够 我要金刚钻戒 什么那个是多少 你要多少出来多少 太多了发不完 我还拿不动 收回去进来 这个叫魔力宝珠 你要多少吨下雨这样子下下来 你不要了 他就收到这个珠子里边 这个大夫张者就给了一颗魔力珠 缝到他的衣服里边了 结果大夫张者出去办事了 这个客人醒来之后啊 你看主人不在 他就走了 走了在外面干什么 他穷人啊 还在那儿炒饭 哎呀还在那个垃圾堆里跟苍蝇人 还抢那个烂苹果吃 转来转去 大夫张者碰到他了 哎某某人 哎呀 你怎么到今天还是穷人啊 他说我就是穷人啊 哎呀一阵子冤枉啊真是 然后就把他衣服解开了 我走的时候就把这个魔力珠子 缝到你衣服里边给了你 你怎么还是穷人 你不冤枉吗 这句南无阿弥陀名号 就是这个魔力宝珠啊 缝了给我们 我们练了佛了 还在六道轮回 释迦牟尼佛一看 哎呀 我那个时候到瘦博世界 就把六子冤枉缝给你了 你怎么还在这儿流浪啊 你真是太冤枉了 各位我们冤枉啊 冤啊 在瘦博世界流浪 这个白流浪 没有意思 伊犁明珠的这个比喻 所以得到这句名号 反而不宝贵 还看不起 还要修别的功德求往生 老阔有病 眼睛不明 得到这句名号 千恩万谢 千满万族了 我们底下有人叹气 这是喜悦的叹气 也是那种忏悔的叹气 哎呀 我当初不知道啊 这句名号是牟尼宝珠啊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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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靠阿弥陀佛愿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导大师 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 共同的归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